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涂雷 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了解一下第一队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境 各位请看 我们两结婚三年了 我就感觉我自己特别的委屈 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小孩子嘛 然后就比较辛苦嘛 比较累 但是他们的话却一点都不理解我 从来都不关心我 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想带我两个宝宝嘛 回我们家去 但是他们的话就不同意 就说要走我就自己走 让我滚 我现在就说跟他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三年的婚姻 一双儿女 这段婚姻情归何处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28岁来自湖南 婚庆摄影 女嘉宾黄女士28岁来自广西 吴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一个湖南 一个广西 怎么认识的呢 之前我在广东那边一个印象厂上班 然后我公司的一个同事介绍他给我的 就这么认识了 那是多长时间以前的事了 2014年的时候 2014年 结婚三年 那就认识了没多久差不多结婚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后来在哪生活的呢 他跟我在湖南 你们就不在广东那边再打工了 小片里面很清晰 妻子告诉我们几个信息 是结婚三年有两个宝宝 对吧 大宝多大 二宝多大 大宝两岁一个月 二宝呢 八个月 男宝女宝分别是 大的是个女孩 小的是个男孩 也很好 一儿一女 应该很高兴才对啊 怎么了 就我跟他结婚快三年了嘛 我就感觉在他们家嘛 这三年嘛 就受了很多的委屈 受了很多的哭 我感觉他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他老婆嘛 我只是他们家的一个免费的一个保姆嘛 然后只是他们的一个生育的工具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就是说三年了 我从来没有回过我们家 三年没有回过娘家 对 每次是打电话嘛 我父母嘛 就说老师问我嘛 就说什么时候回来看看他们的 然后带两个宝宝给他们看一下 对对对 因为他们都没见过 但是我每次跟他说嘛 他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嘛 然后拒绝我嘛 然后前段时间还因为这个还大吵了一件嘛 他还说叫我滚啊 其实不是他说的那样 就是我家在湖南了 他家在广西那边 然后回去路程有点远 然后就小孩子 如果他一个人带两个宝宝回去 路上不安全 你陪他呀 陪他我在一家那个婚庆公司上班 然后赚钱 然后就没时间陪 那你把丈母娘丈母爹接来看一看呀 我丈母娘他们那边 他有个哥哥也三个小孩 那边带三个小孩也没时间的 你是觉得不是你不想 而是生活里面有太多的限制条件 限制了你们 是这意思吗 对对 除了不让你带孩子回娘家 让娘家人看之外 这个婚姻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就是说我的话 因为他们家之前开了个小卖部 然后我怀孕的时候 就每天给他们干活 就早上六点钟 到晚上十点半 然后就挺着个大肚子 就说每天要长七八个小时 然后脚都是肿的 但是他们就算 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 就算从来都没有问我 说累不累啊之类的 先生从来没问过是吧 就是有时候忙的时候 就忘记问了 好 宝宝是谁带 我都是我一个人带的 我帮你吗 没有 住在一起怎么会不帮呢 他们就忙着做生意嘛 他们就忙着做生意 我在生我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嘛 就在医院嘛 那时候还躺在病床上嘛 就是很痛嘛 但是他妈妈就在旁边隔壁那里嘛 就睡着了嘛 那小孩子哭啊 小孩子换尿不死啊 都是我一个人换的 哦 本来刚生完小孩 那腰就动嘛 然后我还要在那里弯腰 给那个小孩换尿不死之类的 等于生老大的时候 你觉得婆婆照顾的不是特别好是吧 都是自己带哈 都是自己带 这个 一个月子都是自己带 就是感觉 基本上是没休息好 就没睡过觉之类的 这个第一个宝宝生下来 婆家人就这样 干嘛还生第二个呢 那时候就是说 我生完第一个的时候嘛 然后六个月的时候嘛 他们就说让我进来嘛 因为第一个是女孩 他们家就说 还要生一个男孩子嘛 就说只要等我怀孕嘛 就是说要帮我带小孩嘛 其他的都不用我管嘛 到时候如果是忙不过来的话 就把垫子给打了嘛 但是当我真正怀生的时候 他们又不是这样子的 一样是我一个人照顾小孩 我也挺着个大肚子 每天给小孩子拉屎拉尿的 那你先生在干嘛呀 他就忙他的呀 他出去外面 有时候店子里面 他有时候也要看一下 根本就没有时间 那你是对他不满意呢 还是对他们家人不满意呀 都不满意 父母都喜欢带孙子嘛 然后我老婆就不放心 我父母带 因为说老人家带孩子 多少有点粗糙 确实是你老婆自己带孩子 是吧 对 你老婆带得好吗孩子 他带得蛮细心的 就两个小宝宝 都为他照顾得蛮好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他会很累呀 这个我也考虑过 我也跟他说过 就说要来给我父母 稍微分担一下 你的意思是让父母带 对 你反而觉得他倔呢 为什么不让你父母带 是这意思吗 对 你是害怕父母带得不好 是不是 本来就是带得不好啊 像我宝宝才两三个月的时候嘛 就是说他们老一辈嘛 可能真的是观念不一样嘛 就是说因为他们胡辣嘛 吃得比较辣嘛 然后的话每次吃饭的话 就要给一点他吃嘛 两三个月就给吃啊 对啊 都给吃的呀 就是说要给吃啊 叫都叫不住啊 然后的话还给饼干那些啊 之类的吃 然后因为我家宝宝嘛 本来就是一吃这种火气的东西嘛 然后就喉咙会发烟嘛 就发烧嘛 然后就说每次一吃的 他就要到医院去嘛 打点地 这次为什么下定决心 要带宝宝回去呢 发生了什么事 就他叫我滚啊 我就说要回去啊 你为什么让人滚啊 就是那 叫我自己滚 其实那一次 我也是说的是七话 那一次我父母切了个猪肉刀 然后用那个刀子切水果给宝宝吃 然后他就说了我父母 就跟我父母吵起来 我当时刚好中午回来吃饭嘛 就说他不懂事 就当时就骂了他 就说了一时说了七话而已 你们现在在跟你们父母住在一起 那你作为一个丈夫 现在妻子是这么一个状态 你准备怎么办呀 要跟我父母好好沟通一下 然后我父母有些地方带孩子 做得不对的地方 多教一下 让他教你父母 那你干嘛呢 我在外面主要是做师区的 然后就在家带的也少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办是吧 对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 现在还喜欢吗 喜欢 他除了带娃好之外 还有什么好啊 胖平常不爱化妆 唇衣方面也不怎么讲究那种 娶回家很放心的一个老婆 是吧 对 人又特别贤惠是吧 对 我问问啊 能不能他不带孩子 都给你父母带 你们俩出去打工挣钱 行不行啊 这个可以 可以啊 可以 你觉得可以吗 我不放心啊 别不放心嘛 我肯定不放心啊 你看像他以前 他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他妈干满月就给他吃肉 然后他就拉肚子 一天拉个十几次啊 后面的话 他到三岁 他都还不会说话 然后那个头就好大嘛 去医院看医生 就说严重的营养不良 后面医生就直接说 你还要不要的 这个小孩 就必须要花很多钱 才能治得好 我不可能说 我自己的小孩 那你想过一个什么 很好的解决方案吗 之前我有跟他说过 要请个保姆 但是他不同意啊 他说浪费钱啊 我父母在家 请保姆 花那个冤枉钱 我觉得没必要 你公公婆婆 愿意照顾那个宝宝吗 他们就说 忙的时候 就忙他们自己的 但是 真正的我的小孩 在那里哭啊 干嘛的 咱们这么说 比如说他们在 宝宝在哭 他们在忙 你能叫到人吗 叫不到 因为我们那个店 他就住在楼上 那我宝宝起来了 就在那里哭啊 所以你要 好妈妈 但是就说他们 没有人去抱 好 明白 所以你一开始 听的时候是气愤的 说这个男生怎么 是吧 对自己老婆怎么这样 是不是 非常气愤 但是你深入一聊以后 你发现这件事里面 有两个年轻人和家长的 那种无力感和无力的举措 其实还想好好过日子 是吧 对 但是不知道怎么好好过 男生的想法是 我就把孩子丢给我 父母带不就行了吗 在这个时候 其实女生做的是对的 自己的孩子得自己带 对吧 然后你又接着问说 那女生是对的 你为什么不搭把手呢 男生又说 我真的得去挣钱 除了挣钱之外 我们也知道这里面 还有懒的成分在 对不对 自己也没那么勤快 到底什么样的 一个解决方案 能帮助他们 走出这个困境呢 想不想好 想 你想好 你也想好吧 不是说真要离婚是吧 你是真离婚 还是你还想改变 姑娘 如果是她改不了的话 肯定要 你让她改什么呀 你得说出来 你给她提提具体的要求 我不说多的是吧 你每年必须得回去 我父母那边 牵个面是吧 住一段时间 每年回此 娘家 然后的话 就说逢年过节 必须得打个电话 我说我一三四分次 这逢年过节 都不打电话呀 那为什么 这说不过去了 基本上是没办法 有时候我做事 然后就 不是你逢年过节 也做事啊 我们就是 你们湖南春节也结婚呢 春节也有结婚的 就婚庆就很忙啊 对 婚庆就是过节嘛 就已经忙到说 我打一个电话 给岳父岳母都打不了啊 你那有多忙呢 我们每天早上 大概五点钟起来 六点钟赶到行囊 那边去 晚上还有拉个家帮修片子 就是做后期 天天结婚啊 没有啊 有其他开业的活动 都要设限 你们公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没歇的 我是第一次听说 一个婚庆公司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有买卖 你没有休假的 借口吧 反正娶来了对吧 生俩完了 我看你跑 跑也跑不了 我就这么对你 是这么想的吧 没有啊 两个孩子 一段婚姻 女生想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是女生发现 我付出了这么多以后 我还真是担不动 也担不起了 男生总是要把 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别人 先推给爸妈 然后推给老婆 最后说 我是工作的 真的没责任啊 这段婚姻应该怎么办 老师们会如何 帮助他们调整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其实你说了那么多 你太太最后说 希望有什么改变呢 她就说了一个要求 能不能一年 让我带孩子回去一趟 能不能多打几个电话 你都没做到 所以你的一切都是借口 是你在已经 得到这个 你认为稳固的 小家庭之后 不愿意再付出的借口 你把人家那么老远弄到 你的家乡去 难道作为一个丈夫 就不应该创造一个 宽松的环境 让自己的老婆 去好好的带 自己的两个孩子吗 你不觉得自己是失责的吗 赚钱养家 没错你是在努力 但是家只需要钱吗 在这场婚姻当中 你的这个角色 扮演得特别的差 作为丈夫 没有父亲对妻子 应有的责任 作为儿子 你也没有做好 一个儿子的责任 去让父母和自己的妻子 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很明显嘛 公婆和儿媳妇的关系 并不好啊 连孩子都不能 协商一起带 我们都知道 这老一代和新一代 带孩子是有 很多观念上的不一样 但那么多家庭 都可以做到老人帮着 你们家为什么就做不到 谁失职了 作为儿子的你 失职了 作为父亲 你给这两个孩子 又带来了什么 甚至让他们去看看 自己的外公外婆 你都不愿意付出努力 你不能带着妻子 带着孩子去趟 妻子老家 让他见见家人吗 他为什么提出 这样的要求啊 他太累了 他在你这个家里 得不到任何情感的出口 所以他想到了爸妈 其实你应该很清楚 即便回到广西老家 外公外婆 不一定能帮得了太多 他为什么想回去 因为在那个地方 他会得到疼爱和呵护 你给他的太少了 你匆匆忙忙结了婚 匆匆忙忙生了两个孩子 却没有扎扎实实地 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你必须去成长 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现在更多地要回归家庭 去关爱孩子的成长 给他一些温暖和关爱 女士 我其实是蛮同情你的 很年轻 就生两个孩子 也没有太多可以 你认为能够帮你的人 但是我也并不想 怎么去安慰你 因为我真的希望 女人能够 从内心独立起来 你去怨天游人说 这个男人不好 我的公婆 他们不会照顾小孩 有用吗 那是你自己选的呀 对不对 你说 我恨他 我讨厌他 他们全家都把我当成 一个免费的保姆 把我当成生育工具 谁让你生的 你是自愿的 因为你爱孩子 想做母亲 想做一个好母亲 对不对 所以 其实做母亲这件事情上 你是幸福的 是快乐的 是愿意的 你常常告诉自己的是 我是孩子的母亲 我养育了他们 我是幸福的 而不是我是给他们家生孩子 我为你们怎样怎样 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 孩子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是个挺不容易的妈妈 很年轻 但是你要学会放松 学会面对 每个母亲都是这样过来的 孩子也都是这样 在摸爬滚打当中长大的 你去换个观念 放松自己去面对 你发现我的生活挺好的 我有本事生了两个孩子 我还能做生意帮家里看店 我的老公也在赚钱 我们一家人没有外星 还有老人能够帮衬一些 挺幸福的呀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我相信这就是最好的 谢谢 我想问一下女孩 你当初为什么嫁她呀 当时我就别人介绍了嘛 然后就说她老师啊 就感觉找个老师的可靠一点嘛 你爱她吗 以前爱 现在的话 我感觉我经历了这么多嘛 就感觉自己 好像 已经被她伤透了心嘛 现在看她还有任何可爱的地方吗 没有 真没有啊 没有 想几个她的优点来听听看 她有没有往外面跑啊 就天天在外面忙 有没有变心啊 没有 有没有把钱交回来给你 没有 那你们家的钱哪来的 就说我宝宝比如说要买东西嘛 就找她 她就买回来嘛 她对你爸妈好不好 就我爸妈就说 基本上就没打过电话呀 就说逢年过去 三年来从来不打是吗 结婚前的时候就有 结婚之后就没有了 都是我打 一通都没有 没有 都是我打 一通都没有是吧 这三年一通都没有打给你的 月不月母 对 过不过分 有点过分了 太忙了对吧 有多忙呢 你不能趁着客户在换衣服 在打灯的时候 稍微打个电话 给月父月母吗 你就不能一边修片 一边拿手机放在旁边 打开那个扩音器说 老婆现在还好吗 累不累啊 今天有没有特别辛苦啊 你说你喜欢她 我听到了两个理由 是一个 她会照顾孩子 再来她不化妆 全都是功能性的 意思是这个女人省钱又好用 这哪叫喜欢呢 你请个保姆 你都还跟人家说谢谢呢 你有跟老婆说谢谢吗 忘了 忙嘛 我就告诉你 婚姻是你最重要的工作 如果你把老婆搞定了 爸妈跟婆媳的关系搞定了 你就可以专心拼工作 应该说一个男人 完整的工作蓝图是 包括外面的工作 还有包括家里的稳定 你只做了一半 难怪你另外一半翻天覆地 快要砸锅了 你不能指望外面忙 不忙家里的 你懂我在说什么 对不对 至于这位妈妈 你刚说小宝室才八个月是吗 好 那我会认为 你可能还有一些 产后的一些荷尔蒙变化的影响 因为至少孩子还能够买周岁 对吧 在怀孕或生产之后 确实会有一些体内荷尔蒙的变化 让你心情特别容易沮丧 特别容易放大一些负面的情感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事情没有你想那么糟 你这个老公是该骂 不够关心你 也没有担任你跟他爸妈的桥梁 也疏忽了照顾你的父母亲 这些都是他的不对 但是你的责任是什么呢 你的责任是 如果你真的选择嫁给这个男人 你除了做母亲 还得做老婆 还得做人家的媳妇 并不是发生了不愉快 就可以回家找爸妈哭 那终究该是你俩的事 当你们结婚了 这个小家庭 就是你的王国跟世界 你就是要把他料理好 好好地跟他沟通 告诉他我需要什么 也好好地跟公婆说 多讲点好听话 让公婆可以帮你忙的时候 也被你感谢 而不是每一次他们想帮忙 就被你拒绝说 这个不对 那个不行 你们不会照顾 你被打三次就不想照顾了呀 就不敢照顾了 就退得更远了 所有的感情联系都是互相的 当你关上门 别人也没办法来敲门了 所以一直说 你们都不关心我 不如由你主动再多做一点点 口头上或行动上的关心 好不好 嗯 你说你当初嫁给这个男生 是因为他老实是吗 那你觉得他现在还老实吗 还好吧 还好 当初嫁给他的时候 家人是反对的对吧 对 反对 所以你是不顾家人的反对 千里之外嫁到湖南的对吧 人哪要面对现实 如果人要是不面对现实 会活活被自己逼死 你的现实就在于 你嫁了一个在处理 你与他父母之间关系上 很无能的一个男人 这就是现实状况 你得面对 那么面对现实 其实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放下情绪 就像你今天这样 你一直站在这儿 哭天抹泪有用吗 你始终执着在那个情绪当中 就很容易让你看不清楚现状 我完全不相信一个女人 光靠一个人又要照顾店面 还能带上两个孩子 一个在哺乳 一个在两岁多 刚刚满地跑的时候 我根本不相信 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 你干得了这三件事 所以他的父母不是没有帮忙 对不对 只是帮得不太好 或者说在你一再地拒绝之下 他才逐渐地慢慢地少帮了 对不对 好 你最气愤的那点 并不是他不回家照顾孩子 也不是他的父母不帮你 你最生气的一点是 当初我远嫁千里 不顾家人的反对 甚至跟家人之间 把关系给闹掰了 我嫁到这里来 而我的丈夫居然 还不再从中疏通 每年连个电话都不打 甚至不让我回家 你最生气的情绪在于这一点 而这个情绪所造成的是 他不是他的父母 你被这种情绪所蒙蔽了之后 你把气全部都撒到他的父母身上 其实你应该撒气的是这个家伙 而不是他的父母 父母是想配合你带的 但是你因为这种情绪所致 你把气撒在父母身上 再加上父母确实不太会带孩子 所以你一昧地把父母拒绝于千里之外 所以导致了你跟他父母这间关系不好 你每天笼罩在这种情绪当中 本来有两个想要靠近你的朋友 你也拒绝 所以四面楚歌是你自己造成的 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 应该善于找方式 这是面对现实的第二种方法 找什么方法 就是第一你承认 他确实没有这样周转的关系 不能从中协调你和他父母的关系 那你就去做 更何况你每天都待在家里 他在外面 如果你把他父母的心给团过来 你教父母怎么去带孩子 大家一起共同想办法 至少在那个家庭生活当中 我相信他父母不会让你为难 但是你要善于去拉拢这种关系 你没有这样去做 你因为这一个家伙 你得罪了全家人 你划算吗 你不划算 第三就是做决定 如果你真的觉得像你自己嘴中所说 这个家伙一无是处 那你就离婚了 所以你光执着在那种情绪当中 有什么用 当有人伸出援手的时候 当他父母愿意帮助你的时候 你不应该拒绝 你不应该因为他 而恼怒到他的父母身上去 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你好像哭了是吧 你哭啥呀 哭了就是有救哈 你哭啥你能告诉我吗 小伙子 越哭越伤心了 我想告诉你的是 其实我认为 这小伙子本身也不是多么 舍不舍的人 他缺乏这样的能力 去周旋你和他父母的关系 他这种缺乏能力 就是当初你所说的 看中了他老师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但是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不是你不承担责任的借口 如果你认可我 确实是一个 在婆媳关系当中 不是太能够周旋的一个男人 我就面对现实 我这方面我不擅长 那我怎么办 我就听我老婆的 我们两个人 共同地去协商 如何把家庭拧成一股神 把他共得更和谐 还有就是 就像主持人所问的 没有什么人忙到 没有时间给父母打电话 你的确有那种 把他娶回家 生了两个孩子之后 就完全不在乎他的感受 把他的父母扔到一边的 这种想法 但是当一个女人 远嫁千里之外来到这儿 你就是他的一切 但你却并没有承担好 这种丈夫的责任 其实两个人都不要不开心 想一想 家里有一个店 老两口愿意带孩子 生了一儿一女 再加上这家伙 还算是老实八交 这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的家庭 所以你应该和他的父母 好好地团结起来 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因为所谓的忙 而推脱介绍 你说呢 好不好 行了 别哭了 祝你们幸福 你也别哭了 你要体谅他的男 你也体谅他的男 你公公婆婆 确实不会带娃娃 你要告诉他们说 半岁之前天府时 是危机孩子生命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道理 他们不懂 那是他们知识不够 你要讲给他们听 你图老师分析得好 家里的一切可以团结力量 都要团结起来 学聪明一点 引领这个家庭往前走 咱还得好好过呀 你说呢 抬起头来 以后别哭了啊 你好歹慢慢成长嘛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老婆 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 然后我每年 然后抽出时间 带你一起 带宝宝一起回 回你老家 看你爸爸妈妈 请问你好好考虑一下 老婆你不要哭了 对不起 我错了 写了要灯啊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 就今天来这个节目 是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所以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长不大 这个决定就很好嘛 以后遇到问题就想办法 知道吗 我有个建议啊 男生 请你老婆就是顶不过这口气 她当初冒着那么大的勇气 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嫁给你 但是你却没有给她一点面子 给她父母任何的问候 她刚才在六十秒的时候 她最后也没说 说明这口气还没过去 你索性来上一趟节目 当了亿万观众 给她的父母道个歉 说今年回家 过年 她的气马上就没了 你信不信 来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说这种话会说吧 爸爸妈妈对不起 她还委屈了 妈妈对不起 我下次有时间 就一定带宝宝一起去看你们 你可不老实 下次有时间是什么时候 就是今年吧 今年过年的时候 一定带两个宝宝一起 回去看你们 应该能够拜年 好好好 行 回去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 够狡猾的了 回去弄压醉钱去了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聚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结果吧 请开门 阿童有请 谢谢 谢谢你们 来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别哭了 我对你好好的 不要哭了 老妈 今天过年 过年带你过去 去跟爸爸 买点 带两个宝宝一起去 来 来 来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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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 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 图语老师进入到 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鲜记 金云中央厨房 你也没有这样的权利 因为没有谁喜欢别人 来干涉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这个情况 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影响一个人 那就是爱 我们的节目是由绵绵保湿 实施水嫩 伊贝诗海绵霜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诗》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本栏目由拍视频能赚钱的 火山小视频APP特约播出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的大力支持 爱情宝战友 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伦开乐眼睛大力支持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